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7月18號 星期一 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消息 18號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表示 恢復烏克蘭的糧食出口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針對歐盟推出七輪對俄股的經濟制裁中 匈牙利多次跳出來搗亂 歐盟決定出重手管教這個壞男孩 當天早上 歐盟高級外交政策代表伯雷利 參加歐盟外交部長關於烏克蘭戰爭的會議時說 數萬人的生命取決於俄羅斯 烏克蘭 土耳其 和聯合國之間正在談判的這項協議 這份協議意在將因為俄羅斯攻勢 而被封鎖在烏克蘭的2,000萬噸糧食 通過黑海運輸出去 同時 伯雷利還回應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聲明說 一些歐洲領導人說 制裁俄羅斯是一個錯誤 我不認為這是錯誤 我們將繼續這樣做 歐盟委員會上週五提出了新的制裁措施 包括禁止從俄羅斯購買黃金 決定拿出第五批5億歐元的資金 以資助向烏克蘭提供的軍事裝備和武器 同天 歐爾班批評這些制裁沒有實現目標 甚至產生相反的效果 而今年以來 歐盟對歐爾班多項 違背歐盟價值的內政連番出手反制 4月 歐盟指控歐爾班政府公共採購 有系統性的違規 對許多高層涉灘行為置之不理 抗拒與歐盟反詐欺局的合作 2010年 歐爾班重新掌權以來 多次否決歐盟的外交政策 被媒體比喻為歐洲的壞男孩 13日 歐洲議會公民自由委員會 通過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 表示匈牙利違反人權的狀況 因為近年歐盟的消極不作為而惡化 要求歐盟扣住復蘇和韌性基金 對匈牙利的撥款 綠黨議員考菲爾德說 匈牙利已經轉變為一個選舉式威權的政體 歐盟的不作為助長了它對法治 民主和基本人權的破壞 俄烏戰爭帶來歐盟同仇敵愷的團結氛圍 似乎也給了歐盟更多管教壞男孩的勇氣 4月的時候 歐盟對匈牙利啟動的法治機制 如果最後獲得27個成員國中的15個國家同意 就可首度施行這個有利的工具 據媒體估計 匈牙利因此在未來5年 可能損失320億歐元的各種補助 美國智庫馬歇爾基金會訪問學者赫格杜斯撰文指出 歐盟在敏感時期出手懲治匈牙利 是冒險但正確的行為 風險是 歐爾班可能反對未來歐盟對俄國的政策 不再向上一輪制裁時會妥協 但他原本的盟友波蘭在俄烏戰中是對俄國強硬的 兩國因為歐爾班的親俄而產生隔閡 可能使匈牙利陷入孤立 美國財長耶倫19日將在韓國首爾發表重要的政策講話 進一步呼籲深化盟友之間的貿易關係 以鞏固供應鏈 打擊通貨膨脹 挫敗中共不公平的貿易做法 18日 耶倫表示 美國希望結束對中國稀土 太陽能電池板和其他關鍵商品的過度依賴 以防止北京像對其他國家那樣切斷供應 耶倫對印太地區進行為期11天的訪問 最後一站 耶倫參觀了韓國科技巨頭LG公司的設施 路透社報導 耶倫表示 我們不能允許像中國這樣的國家 利用其在關鍵原材料 技術或產品方面的市場地位 來擾亂我們的經濟 並行使不必要的地緣政治槓桿 相反的 耶倫將積極地推動有安外包 或使供應鏈多樣化 更多地依靠可信賴的貿易夥伴 加強經濟彈性並降低風險 他說 這樣做將維持經濟一體化 帶來的活力和生產力的增長 同時有助於使美國和韓國公民 免受地緣政治風險造成的價格上漲的影響 耶倫表示 他正在推動與韓國 和其他值得信賴的盟友加強貿易聯繫 以提高供應鏈彈性 他還表示 有彈性的供應鏈意味著供應來源多樣性 並盡可能消除地緣政治對手 能夠操縱我們 並威脅我們安全的可能性 鑒於美國對臺灣半導體的巨大依賴 韓國擁有生產先進半導體的大量能力 這一點特別重要 中國用脅迫手段 對一些行為不被他們認可的國家施壓 這是我們不想依賴中國的一個原因 時評人藍述認為 耶倫的講話主要就是講清楚的 如何鼓勵美國的私有企業到哪一些國家去投資這個問題 拜登總統上任不久就直接已經說了 不再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抱有任何的希望 美國的這些私有企業到哪裡投資 那聯邦政府他就會做相應的調整 鼓勵美國的私有企業到一些比較安全的 民主制度比較好的國家去進行投資 而《南華早報》18日報導 一名高層消息人士透露 北京邀請了歐洲高層領導人 11月在北京會見習近平 邀請函已經發給了德國總理肖爾茨 法國總統馬克龍 義大利的總理德拉吉 以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日期是在10月份的二十大之後 這間接證實了習近平將獲得第三個任期 訪問將與當月在巴黎島舉行的G20峰會同期 目前馬克龍 消爾茨 德拉吉 以及桑切斯 都還沒有決定是否接受邀請 時評人藍述認為 北京領導人想與歐洲國家的領導人進行對話 主要他們是看到歐洲國家的領導人有兩個弱點 一個是歐洲國家的領導人到今天為止 仍然認為俄羅斯是對歐洲的頭號威脅 而中共只是第二號威脅 沒有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惡的本質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希望在中美關係上打歐洲牌 通過經濟手段去拉攏歐洲國家 讓歐洲國家 特別是北約組織 與美國之間產生隔閡 從而能夠讓中共有機可乘 而有網友認為 現在頻頻放風說明習近平的地位不穩 多家印度媒體報導 17日上午印中高層官員在拉達克邊境地區 穆爾多伊楚舒勒印方一側舉行了會晤 一位匿名的官員表示 兩國討論重點是找到雙方都能接受 如何在時空線沿線的摩擦點脫離接觸的方案 印方將提出中共殲-10戰鬥機突破近飛區 飛越摩擦點的問題 今日新聞時報報導 據稱中共軍隊已經將部隊 自迦勒萬河谷15巡邏點和班公湖後撤2.5公里 印方已經從這些地區撤出部分軍隊和車輛 《南華早報》報導說 中共在有爭議的喜馬拉雅山 實控線沿線升級軍事裝備 投送和後勤能力 印方認為中共意圖在為突發事件做準備 具有攻擊性和挑釁性 《印度教徒報》援引印度情報部門的消息指出 在過去兩年中 中共軍隊已經將它在實際控制線100公里範圍內的部隊的容納能力 從2萬人擴增至12萬人 時政評論員趙培告訴希望之聲 原本中共並不關心邊界 但整個東南一線有中共的利益糾葛 中共在上游修建水壩 她表示 此前《華爾街日報》引述印度情報單位以及軍事官員的話說 過去數月來中共在兩國主權爭議邊境地區增兵 人數從去年同期的1.5萬人增加至至少5萬人 印度也調派了5萬名增援部隊 進駐先進的大炮 時政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中共意圖在於為談判桌上壓倒對方製造籌碼 談判它的背後其實都是雙方軍事實力的一個對比 更多的軍隊部署和更先進的武器顯然是有助於外交領域的對抗 因為中共認為有強大的軍力支撐 可以在單方面迫使印方無法以大規模的武力來奪回 形成繼承事實的永久佔領 在宏觀上它的目的是想要阻止印度進一步的向美國的印太戰略的盟友靠攏 這種做法實際上往往都是會適得其反的 但是中共只迷信以武力去壓服一切的對手 近來 樂壇天王周杰倫的新作最偉大的作品捷報頻傳 更登上了紐約時代廣場 與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的8大城市的看板 據中央社的消息 周杰倫沉默6年發篇 各個數位音樂串流平臺 也為他推出許多重點企劃 包括YouTube Music、Spotify 陸續在加拿大多倫多、美國洛杉磯、台北西門町 英國倫敦等全球8大城市 登出了周杰倫肖像的巨型戶外大螢幕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莫過於落坐在紐約時代廣場25層樓高的巨幕 周杰倫也在IG秀出照片 並用英文表示 如果大家在時代廣場看到它 別忘記標註它 最偉大的作品至今數位專輯賣破482萬張 實體破19萬張 他的新歌《粉色海洋》更腰5歲的兒子獻唱 我很帥哦 要去兜風嗎? 萌腰粉絲兜風成了亮點 作詞人方文山談到了周杰倫的這首新歌說 從場景的分析到藝術史的相關 MV內容造就了討論風潮 也讓更多人瞭解到藝術家的故事及作品 是蠻好的效應 阿湯哥‧湯姆‧科魯斯主演的 《壯志靈雲2 獨行俠》截至17日 在臺灣上映54天 累計票房達到6億2716萬 不但穩坐今年度的票房冠軍 以及科魯斯在臺灣最高票房記錄 更超越變形金剛寺絕技重生與侏羅紀公園 陰落國度登上臺灣影史票房第10名 除了臺灣 該片也持續穩坐全球和北美票房冠軍 同時也是科魯斯全球和北美票房最高記錄 累計數字持續在刷新中 北美累計票房已經達到6.17億美元 全球票房更高達12.37億美元 《壯志靈雲2 獨行俠》在全臺灣持續上映 各大影城大廳以及包括IMAX 4DX等諸多的特殊版本 18日也宣布將陸續回歸 影迷準備搶購訂票 一起讓該片破更多的記錄 海南省當局表示 近日將加大斷卡行動力度 凡是賬戶活躍度低 可能存在異常交易 訊息不全等等 銀行就會對其進行鎖定 海南當地有持卡人表示 自己的銀行儲蓄卡遭到凍結 只能存款 不能取款 並且線上交易也受到限制 《證券日報》18日報導 北京 山東 海南等地的多家銀行表示 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配合斷卡行動 而採取的封控措施 不過由於最近中共多地發生爛尾樓的停貸斷供浪潮 造成銀行銀根緊縮 不少民眾也在懷疑 銀行是拿斷卡當藉口 來解決自己現金流不足的問題 此外 多家銀行還對睡眠賬戶的排查進行了升級 北京地區某銀行客戶經理表示 連續三年以上未發生客戶主動交易 活期賬戶餘額低於10元 沒有簽訂信用卡 個人貸款 還款及其他代收代付協議的賬戶 是會被納入排查清理範圍的主要賬戶 一旦發生異常的交易情況 極易被凍結 山東某地商行客戶經理表示 我們支行已經被下達了命令 網點賬戶的睡眠率不得超過20% 要加大處理力度 觀眾朋友 前面提到的中共邀請歐洲高層領導人 11月與習近平會談 您認為受邀的馬克龍 肖爾茨 德拉吉 以及桑切斯會接受習近平的邀請嗎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和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和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